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如果没有小孩的考量 一个人同时与多个人谈感情 一定会失败或不幸福吗 什么意思叫一个人没有小孩的考量 如果我也能接受对方一对多的感情呢 这样的关系有可能永续吗 平等对待共同奋斗 理论上我不知道你为什么要加上有小孩这件事情 一个人同时跟多人谈感情 一定会失败或不幸福吗 我不知道耶 幸福应该跟你说过有很多种主观的意义 跟别人没有什么太大意义 有人觉得哇你有左拢右抱 你才幸福到不行啊 皇上啊这后宫家里三千人 你觉得都很快乐 我不知道没当过皇上 不太知道这种快乐是不是这样 那是不是一定失败 我觉得失败跟成功这是另外一个问题 如果很多人都愿意跟你在一起 你怎么会失败呢 你跟一个人在一起他也不跟你在一起 他将来也可能决定不跟你在一起 如果这叫失败 那什么都会失败啊 这跟这个没有任何关系啊 跟你跟几个人在一起是没有任何关系的 只是这几个人在中间 你会不会应付的过来 你不要讲别的 光考试要不要录影这件事情就已经很难了 就已经很难了 就更不要讲别的 所以我不觉得一个人跟多个人 是一定会失败或不幸福的 那个彰化那个人 我上在开学前几个礼拜就讲过 彰化那个人有全台湾 有不知道多少个太太 我记得那一年他们全家过年的时候 有59个人 包括下一代 一起过年 他是那个第一代 然后他的太太还有那个小孩们 那时候好像小孩们还没有人结婚的 所以人家59口一家人 好像快不快乐我不知道 幸不幸福我不知道 算不算失败我也不知道 你可以去界定 所以你能接受对方也谈一对多的感情 你们两个都接受关我什么事呢 可是你要那所有的相关的各方都接受才行啊 不是吗 就像我们的考试要不要录影一样 有五个人不接受 那就最好不要 不然的话我们其他45个人玩得很高兴 那五个人遗憾终身 或者有人决定录影了录了 然后发现那天我好糗 我的问题那样 我可不可以不要被看到这样 然后是不是又会增加这个困扰吗 虽然我虽然其实是可以剪掉的啦 真的是可以剪掉 像我上课你觉得每句话都录上去了吗 没有啊 所以我又被剪掉了 好写的太小了 我这拿了就遮住的那话 哪里是开头 我们认定人有平等权 但是票票应等值吗 这是我上个礼拜讲的 思考过一个人跟没有的人 就没有思考的人 而票数太多 那人人一票又有何价值呢 好我了解你意思 就说比如说选举啦 你跑了各个候选人的场子 听了所有人的证件 然后你最后投下你神圣的一票 跟有一个家伙是因为他拿了人家500块 投了票 这票竟然等值 你会觉得很不爽嘛 对不对因为你花那么多心血嘛 这我了解啊 我也反对这个啊 但是民主国家最后就在这个基础上啊 你不用这个基础 当然你的票乘以5吗 那他的票等于1吗 这个就是民主的不好的地方 但是呢民主是假定 每一个人都会根据自己最大利益 去多听选举的证件 而不是根据自己最大利益 拿人家谁给你的钱比较多 你就投谁一票 可是你就忽略掉人的差异性 这从铜来看 这必须有一个非常强的base 所以民主通常要素养很高的人 理论上才能谈民主 而你有机会多念一点书 老师在这方面知识不是很够 像希腊时代 希腊认为最好的制度不是民主制度 希腊有人谈到民主那不是最好 因为民主制度很容易滑落到暴民政治 暴民政治我们现在所谓的民粹 他觉得人多那就是意见就对 民主的一个原则叫少数服从多数 多数尊重少数 请问尊重是什么意思 尊重是让你讲话的权利 最后我们还决定不知道你的办法做 譬如说根据刚刚的原则 你们只有五个人投票 对不对不标度 那我们大部分45个人是要录的 所以你们五个人你就给我录 这就是少数服从多数 我可以用这个原则 但是我选择不要用这个原则 我的多数尊重少数说 你不要录 那我们就全部都不要录 就这样子 因为你录的 录的人不一定高兴 不录的人被录的一定不高兴 那我何必呢 那我这个不是民主 这是我个人的决定 如果要投票 那五个人可能就惨了 因为你只有五票 从这个例子 你可以很切身的了解 真正要达到共识 真的非常非常非常不容易 你们是学生 我是老师 我们还有不平等的权利关系 我自己在开系务会议 或以前也参加过校务会议 你看来你都会对民主感到很失望 每人都有意见 事情还能做吗 这是另外的 也算牢骚 也希望各位将来到社会上会发现 这样的事情 但是民主到现在为止 虽然有这个缺陷 没有一个十全十美的制度 现在说明一下 虽然有缺陷 但比目前我们以前人类 所经历的制度 到目前为止 算是不错的 英文叫 the best of the possible world 那当然你还可以寻求更好的 你还可以寻求更好的 暂时没有更好的制度权 这个看起来是可以接受的 好 亲爱的月老候选人 谢谢你 在学期结束想问你一个本质上的问题 我很怕本质这两个字 一 为何喜欢就要跟对方在一起 在一起的意义是什么 好 第二 相信家庭背景影响我们对感情的态度 无论是因为家庭的阴影 夸好 父母失和 而难以真心爱上别人 或爱上别人后对爱情果足不前 甚至在一起后容易担心没有安全感 点点点 要如何克服家庭的负面影响 三 分手后维持怎样的关系叫好 当朋友的话 有没有什么是需要注意的界限 谢谢老师一学期的开导 谢谢你 第一个问题 喜欢就要跟对方在一起 那个这是我们日常生活的喜欢 你对偶像的喜欢完全不是这回事 你去听五月天的演唱会 你就花了两千块到三千块以上的车票 不是车票 门票 你找台北赶下去 你还花高铁来回车票 你如果在那边住一晚上 你还花了旅馆钱 你有要求跟对方在一起吗 有啊 在那个大屋檐下 你根本看他就那么小一个人 你不是喜欢一个人吗 你不是跟他在一起了吗 你还花了钱 他根本不知道你是谁 你还快乐得要死 人奇妙吧 我们这么小的地方 我们这样你都看到我 我也看到你 我们人都那么大 那个是那么小 所以在一起的意义是什么 我们也在一起啊 然后你要从字面来看 但这不是那种在一起的意思 在一起至少可以手牵着手 可以谈心事 而不会这样远远的跟着 跟着几万人在一个大厅里面 然后他说我爱你们 然后叫傻傻说我爱你 然后就想大家就嗨成一团这样 完全不知道在嗨什么这样 好像就活过世界末日 觉得哇我们真的都是幸运的一群人啊 那谁没活过世界末日啊 就那六个死心犯嘛 对他们是真正的世界末日 其他人都活过 以前中国人说过年 说年是一种怪兽 所以呢那个怪兽这个走了以后 没被吃掉 所以大家见面说哎呀恭喜恭喜啊 所以恭喜原来说你还活着啊 没被那个年的怪兽吃掉 这个是以前的说法 以前说怎么年是个怪兽 年纪越大越觉得年是个怪兽 年真的很奇怪 哪一天出现都不知道 明年呢你过完年还没还没 糖还没吃完呢就要上课 你上课第一天还我生日呢 才怪 有时候呢老师祝你生日快乐 已经过了 因为在还没开学的时候 我的生日就过了这样 所以喜欢就跟对方在一起 应该不是我讲的那种意义 那应该就是喜欢跟对方在一起 其实我们课堂上已经讲了很多了 我在讲都显得有点累赘这样 好 你如果喜欢就看对方跟别人在一起 这不是很奇怪吗 懂吗 有时候你反向来想 好 喜欢就看对方跟别人在一起 那在一起的意义是什么 大概就是平等对待共同分配合 你希望跟他有个共同的人生嘛 你跟你的偶像不会有共同的人生嘛 你跟那个偶像就是他的人生 你在旁边邀惑嘛 他出了专辑你就买嘛 他开演唱会你就去听嘛 一切都以你为主 你生日的时候他会来吗 除非你是那个什么后援会会长 那他可能会来 不然你是个小歌迷 你生日他会来吗 他不会来的 你写信给他他可能会来 但每个人都写信给他他怎么受得了呢 不要讲别人啊 我这有了粉丝业以后 也有人写在网络上问我问题 有人写email来问我问题 问题不多的时候我都很好处理 问题一旦多了我就觉得天哪 第一我非常不喜欢写email回答问题 然后每个问题我都要回答 我们就别做事情了嘛 实际上我也很难过 因为人家都愿意写信给你的表示 人家对你很尊重 结果我就要冷着面 板起面我说对不起 我不回答你的问题 这不是我的个性 但是很难嘛 你懂吗 完全了解到那偶像的痛苦 虽然我还不是 但是蛮痛苦的这样 蛮痛苦的 因为我这用意真的不是这样 我相信偶像也希望你生日的时候 他能唱歌给你听 因为你支持他嘛 你某种程度是他的衣食父母啊 你要不买他唱片 他就他就在路边唱都没人理啊 在人心道理上唱都没人理啊 你买他唱片 所以你是他衣食父母 五月天以前刚出道的时候 因为怪兽是我们系的 我教过他 他们刚开始在培训他们的时候 每天几乎有 有机会就在我们系馆唱歌啊 那是要训练他们的那个 那谁啊 他们的团 听说好像也比较五月天这样 是不是 什么之类的 对 反正就是那几个人在这边 对啊 然后我还要跟怪兽说 好歹送老师一张CD嘛 我想他大概会垮 所以就留一张做纪念 没想到就红了 这人生真的不可思议 所以有些朋友说 老师你不跟他要签名 我连见到他都很难见他要签名 有一年 我还在上课夸下海口说 哎 你们哪喜欢五月天 应该在五月天写一首教师节的歌 我所有的歌曲都没有一首 跟教师节有关的 唱起来活泼的 天下那么多老师那么多学生 对不对 你好歹有几首版本 是跟教师节有关的 一个是好版本的 一个是烂版本的 一个是中性版本的 你可以怎么想 结果有个学生就非常认真的 上了五月天官方网站 写信给怪兽 说你的老师告诉你 叫你写一首教师节的歌 他写完这封信跟我讲 但是到底他有没有写 我也不知道 他们有没有回信 我也不知道 所以万一哪天我死了 你们发现五月天 发了一个专辑叫 老师我想念你 那就是那首歌 有吗 哎呀 好 自己嗨到不行 二 相信家庭背景这个 你就是家庭背景的负面影响 家庭背景的负面影响呢 通常我们简单来讲 你必须认知到 这是一个负面影响 有负面影响以后呢 你可以想尽办法 想尽办法包括你在行为上做改变 在思想上做改变 那这些有得靠自己的意志力 是可以做得到的 有时候靠着跟好朋友 自己互相抵免 是可以做得到的 不要以为这是一个宿命 这是一个诅咒 我们家族被谁诅咒的 你这个不是目光之城 不要以为你是吸血鬼 就一辈子吸血鬼 你跟谁在一起 他必得成为吸血鬼 或者狼人 这都是美国高中生 没有出路的想法 只有二元思考 你要不吸血鬼 你就是狼人 台湾的那高中女生 多幸福啊 对不对 你看沈嘉怡 有五个男的追她 最后还嫁给这个 权林先生 幸福倒不行 选择性太多了 你知道吗 所以这个我们的思考 就确实比他们丰富太多了 好 所以家庭的负面影响 这个不要太难过这样 不要太难过 那不是你 那些你的长辈 很多人也没有受过教育 他就是照着他的冲动做事 有的人从来没有好好思考过 自己的人生 他们不像你们可以念台大 或者你上过一些 可以引发你思考的课 他们都没有没有的办法 没有的办法就是靠自己 撑下来与生俱来的那点 那点智慧 来应付这个复杂的世界 那个谁都做不到 你也一样做不到 所以你假如真的体会到这个 你一定要认真的 在大学里面 甚至毕业以后 每天都要学习新的知识 让你自己不要落伍 尤其在人际关系上面 这个不是要你学经营 我不是那种概念 我觉得你要让自己 变成更好的人 跟自己有缘分的人来往 互相抵立 这是让自己进步的力量 有些人跟你无关的 你就算了 别浪费时间再跟你无关的人 事情跟人身上 这是我的建议 那你就有机会改变这个影响 我相信人的意志力这个部分 我在上课我应该跟各位讲过好多遍 情感的问题我们上课可以用理性方式解决 最难训练的是人的意志力 我决定要改变 我决定不做什么 我决定要跟过去的自己不一样 那这种决定你们的训练几乎都没有 比较可惜 好第三个分手后维持比较好的关系 不要忘掉这是两人的事情 你想维持对方看要不要维持 有些时候分手涉及欺骗 对方当然不会想维持 谁想跟骗自己人在一起 那有的时候有些人不是你欺骗他 是他不能接受那个事实 他要花时间去弥补自己的自欺的部分 有些人分手不讲原因的 不讲原因怎么知道问题错在哪里呢 那你假如像我年轻的时候归因归错了 你就认为哎呀这些女人都不能夕服 下一个会更好 你根本就没有归因嘛 你连错在哪里你都不知道 然后你就找了下一个 下一个可能刚开始大家交朋友都很快乐 等到真正认真的要思考某些问题 问题都来了 你也没想过他也没想过 然后大家一碰到这问题 就被问题打败了 像在大学里面最容易碰到问题 就是你将来想干什么 就业以后能干什么 尤其在将来想干什么的一句话 有时候很恐怖的 因为你没有到将来你怎么知道 像我们以前念社会系 你社会系出来能干什么 不知道 不知道你现在怎么办 不知道 第二个不知道 那我跟你一个不知道的人在一起 有前途吗 不知道 对不对 那人家当然就离开你了 人家当然去找什么管医院的啦 或什么的那样子 然后他觉得跟他在一起 好像有很有前途的样子 那五十年后呢怎么样不知道 那就去看看 每个人故事不太一样了 所以我说有的时候呢 平等对待共同奋斗 我很不愿意用什么投资啦 这种商业的语言来讲这种 很多人会这样讲 就看你押宝啊投资啊 这种语言都非常讨厌的 好像你在玩赌博一样 人跟人 我觉得人生不是一场游戏 也不是一场赌博 所以我不愿意那 我觉得人生就是这种认定这样子 你相信什么你努力去做 我觉得这是平等对待共同奋斗 是我比较接近 所以分手以后 如果对方你要遵守分手规则 我上次说过 你应该在两人感情很好的时候 就谈一谈分手规则 然后分手的时候 譬如说不欺骗 什么理由你讲 我大概会难过 但是呢我到最后我会理解 自己也要告诉自己这个 这是某种程度的励志 就算分手了 我都要好好把问题想清楚 不是就算分手了 我会爱着你 这就是一个很没有励志的那个 你分手你爱他干什么呢 你不至少苦吃吗 分手了我要了解原因 然后不能在一起 我将来还要过得很好 我觉得这是励志 分手了我就不想活了 你跟我分手你试试看 那这个都是把自己逼到一个角落 逼到自己好像走投无路的样子 所以分手后要怎么处理 看对方 看你跟对方的关系 我建议分手后呢 两个人就好好谈一下 那好好谈一下 将来是有机会变成朋友的 那也有人分手就分手了 大部分我见到的都分手就分手了 包括我自己的关系里面 分手就分手了 有的连还没开始就一辈子没再见到面 不是刻意不见面喔 就真的见不到了 很奇怪 你不要去刻意见面 你刻意到Google Google它 那我们那时代没那东西 所以很难Google到 有些人 你们这时代谁都把Google到 对不对 所以你不录影也好 免得到时候Google到你在YouTube上 然后这个会影响到你这样 也觉得你好像平常很酷啊 怎么那天问了个很烂的问题 然后回答的时候结巴 回答不出来这样 好 我要讲什么 哦 我们这堂课呢 台大现在教学开放式课程 要往YouTube上冲这样 然后就写信给我说 老师我们要把你三堂课放在YouTube 我说天哪 我得每天出门换面具啦 每天戴同一个面具都被人家认出来这样 所以各位 好 我不知道怎么办才好 反正 我的目的就让多一点人看 那我希望不要在逛街的时候 受到很大的干扰和惊扰这样 那我就不知道该怎么办 然后到时候 你五月天 我想我靠 我他老师呢 我五月天 我还真他老师呢 好 请问A 请问月老候选人 你这月老写成像A老 我想蛤 我什么时候变A老了 我拍了那个片子吗 月老 请问月老候选人 同学以后写月也写好一点好吗 你不相信他写A老的话 你等一下可以上来看 请问月老候选人 男女朋友应该到什么程度 如果不受控制的只想对对方好 那该怎么办 我不知道你的对方好是什么意思 很多人说男生只有不受控制的 只想跟对方上床 这个在年轻的时候真的是比较 比较容易发生的事情 我们现在这种年纪 上床就是睡觉的意思 没有别的意思 你们那种年纪 上床就不是睡觉的意思 绝对没有睡觉的意思 就是很不一样 自己该做什么改变 第一个别忘掉 这还是两个人的事情 你想你可以讲啊 但他不想他还跟你讲啊 那你们两个都想就不要问我了 你就just do it OK 就戴上Nike的帽子懂吗 你可以跟他设定一个规矩 我们就买一个叫Nike的帽子这样 你想不想 然后你就戴上帽子 然后就儿童不宜了嘛 对不对 那只要不想 你就应该有一个 画一个圈 然后打一个横线 就不要Nike just don't do it OK just don't it 没有这样说吧嘛对不对 度的否定是 所以你可以设立一点自己的规范 不要自己想做什么 然后就硬上 这会让对方很不舒服 你们的关系 就埋下了破裂的种子 这很简单大家互相尊重 你也有不想的事情 女生就不要拉男生去逛周年庆 第一次还可以 第二次以后不要 第一次他是礼貌 第二次你就发现他得高山症 呼吸不到空气 那男生就不要带女生去什么 那种什么电脑展 那女生基本上呼不到空气的 你还在看那个辣妹妹 那样说等一下我在这边看 看完你就这辈子 再找不到你女朋友了 手机就换人了 他就觉得不要跟你这种人在一起 色胚子 好啦本学期最后一个问题 我那天才发现 今天是本学期最后一堂课 我都一直以为有好多堂课这样 好这个笔记我非常熟悉 问了好多问题这样 亲爱的孙老师 我现在谢谢问问题的所有同学 你们的问题让我觉得 我的上课有一个中心这样 就像我每次经过麦当劳 看到那个伯伯坐在那里一样 有一种很奇妙的稳定感 那伯伯我今天看到他坐在后面 因为有同学告诉我说 另外一堂课同学说 老师他现在坐在后面啊 是吧 我就今天站在门口看了一下 他果然坐在后面 就忽然间觉得今天 真是个好天气啊 你知道吗 不要小看这种事情啊 我觉得那个麦当劳伯伯 比那个麦当劳叔叔 要让我有稳定感太多了 好亲爱的孙老师 我想问的是交往中的心态 有不少人在开始交往的时候 已经知道和对方不会有结果 真的啊 最好的情况是 是对方抱持着相同的想法 蛤 这两个人都知道我们不会有好的结果 那我们两个继续 为什么 因为明天就是末日吗 你真的确定吗 好 很惨的是前面是最好的事 最好的情况是双方对方抱持相同样的想法 很惨的是有一方直到最后才知道 是这样讲的吗 等一下我腦子有点转不过来 老师怎么看这样想法的人 交往的人 喜欢的人跟结婚的人不一样 老师怎么想 我先告诉你别 我的同学怎么想 交往的人跟喜欢的人跟结婚的人不一样 我的同学知道这个事情很复杂 于是呢 他就在任何交往的过程里面 给对方起绰号 这我应该讲过 就是要宝贝 所以呢 我们就看他交往的人 看他交往的人 认识 交往的人 看他喜欢的人 到美国念书以后 看他结婚的人 都不一样 那我们当然有点事故啦 对不对 你这年纪大一点 你就自然然就知道了 就不要叫那个嘛 然后大家不认识都不讲话嘛 那个大嫂就来问我说 你跟她是大学 你跟她同学啊 她大学生怎么交女朋友啊 我们当然只好 我跟她大学生不熟啊 你能撒谎吗 你只能撒这样的谎 你不能说 没有 她绝对没交女朋友 那万一人家跟她坦诚 有交女朋友呢 懂吗 你只能说 我跟她不熟 你不知道这地雷在哪里 你知道吗 你知道已经到雷区了 你知道吗 你就最好先不要动 到雷区的第一个原则就是 不要动 然后看看到底风向是怎么样 再决定要怎么做 那这句话就听到 吃饭了 刚好我想这就是解围的地方 不要太早去 太早去聊天聊很多尴尬 万一都不熟的人 吃饭了 吃饭了 然后说宝贝来吃饭了 呀宝贝 每一个都叫宝贝 做梦都不会喊错 懂吗 所以这个人你说交往呢 喜欢结婚不一样怎么办 你忘掉了还好 真的都没联络都还好 那你万一忘不掉 晚上做梦叫出了错的名字 你就尴尬了 你就尴尬了 那她认为你还念念不忘 那你这感情就会蒙上阴影 最坏的你可能就马上破裂 在破裂之前更坏的是 你会被对方骚扰到不行 所以往前 为什么最残 最好的情况是两个人 都有同样想法 就是在开始的时候决定 对方不会有结果 你为什么不在一开始的时候 就决定跟对方平等 对来共同奋斗 就算没有结果 我也要坦诚的跟你交 跟你沟通 我觉得这才是最好的结果啊 怎么会是最好的结果 是两个人都知道没有未来 然后两个人互相欺骗 然后说我爱你 我也爱你 可是我两个人没有未来 对啊 神经病啊你 这怎么是最好的结果呢 你上我课上了现在 还不知道这个结果很差吗 这当然不是最坏的结果 因为你自欺欺人嘛 两人活在同一个 同一个谎言世界里嘛 对不对 两人既然都会散呢 为什么要在一起呢 所以你要努力奋斗 让他不要散嘛 这是在一起的重要意义嘛 如果前面的问题我没回答 这是我希望跟你在一起 我的生命由你增加了很多 丰富的地方嘛 应该是这样嘛 如果生命由你增加很多遗憾 那就不必在一块了嘛 这有那么复杂吗 所以最好的情况 绝对不是两人抱持同样的 那样子的想法 是抱持着说 我跟你在交往过程里面 一定都诚实对待你 如果将来就算我不想跟你交往 我也会诚实的告诉你 我觉得这才是最好的方法 因为他永远不会骗你 他可能不会爱你 但他不会骗你 很多人就抱着说你一定要爱我 你骗我都可以 但是你要爱我 就他就骗你他爱你啊 缓急先后 轻重你都搞不清楚 诚实还是比爱情重要 如果真的没有爱情的话 真的有爱情诚实更重要 所以最惨的是到对方最后才知道 不是最惨的不是到最后你才知道 最惨的是一开始你就知道 一开始你知道你还往那走 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 除非你有武松的好功夫 不然的话你就是送死 你就飞蛾扑火 你就是自寻死路 你就是自己列定自己是死囚 你连什么是最好最坏 你都不知道 有点可惜 不过谢谢你问这个问题 让我有发挥的机会 不然的话我只能对你的问题 点头如捣算 教得好啊 就是这样啊 第二个问题 一个类似的问题是暧昧 第一个问题是心态 第二个问题是暧昧 有人开始是为了最终建立关系 但也有人只是为了填补寂寞 我来想一下 因为这常常不是我讲过的问题 好 就算我们可以发现不对劲的时候 开始确认 但一开始大概很难察觉 你似乎甚至没办法责怪对方 糟蹋了你的时间跟精神 请问老师有无解答 我现在连题目都还不太懂 我很难马上解答 我先念完 另外我也好奇 两个已有伴侣的人为了暂时排遣寂寞 而开始的暧昧 与道德有关吗 老师怎么想 好 第二个最后一个问题简单一点 两个已经有伴侣的人 你有你的伴侣 他有他的伴侣 对不对 为了排遣寂寞 而开始暧昧与道德有关吗 我们先讲道德是什么意思 才确定跟道德有没有关系 我们大概的道德就是说 你答应人家的事情 你要做道 如果这是道德的话 那你就欺骗了那个交往对象 如果你跟交往对象 有一个协约说 反正我们虽然交往 我们还跟别人交往 那就没有 你这里面有那两个暧昧的人 然后还有暧昧的其他的两个人 所以谁跟谁 你有道德问题 谁跟谁 你没有道德问题 如果你要这样讲 这是你可以去思考的方向 排遣寂寞开始暧昧 排遣寂寞也可以当朋友 为什么一定要暧昧呢 你为什么要把自己 搞到一个地步 然后做出对不起人的事情呢 你排遣寂寞可以打电话 给认识的人聊天 这没有暧昧啊 你不要讲那种暧昧的话 其实我心里 喜欢的不是我的女朋友 你知道吗 那喜欢谁啊 这不太好讲 我都觉得每次我心情不好的时候 我都想打电话给他 你就开始这么加昧昧了吗 然后那人就想的是你这样 他说那你喜欢到底是谁 就是你的好朋友 谁谁谁啊 对不对 你都以为是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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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结果不是我这样 这有点像参加百万小学堂 最后没有点到你一样 还失望了这样 你觉得都应该点小西瓜啊 什么之类的 我小西瓜现在是不是开个念大学了 小西瓜现在变大西瓜了 我看 以前我看的时候都是看到小西瓜 我觉得哇这小女孩怎么那么聪明 有这种女孩还得了 那爸爸就不用做事 光看了女儿去那夜市里面猜谜啊 到那什么灯迷去猜谜 他就赚了不少钱 所以这个好 两个情侣排险寂寞开始暧昧 我觉得你排险寂寞 真的不需要暧昧啊 排险寂寞有排险寂寞的方法 看看书啊看看电影啊 自己在街上走啊 都不需要去搞暧昧啊 我常常觉得有些人喔 不知道是干嘛 我觉得是不是有些人 真的有飞蛾扑火的倾向这样 然后搞到暧昧 到时候你伤害到你原来喜欢的人 然后你也伤害到自己 也伤害到跟你搞暧昧的人 你不行的时候不能自己过吗 我一直觉得这次对我来讲很奇怪 好再回到原来的题目 我再念一遍看我能不能懂 有人开始似乎最终建立关系 有人为了填补寂寞 今天还在这里 那填补寂寞 寂寞一旦填补了以后 你们俩是什么关系呢 你怎么最近没打电话给我 没有需要 为什么没有 那你当初为什么打电话给我 填补寂寞啊 那后来为什么不打电话给我 因为后来跟你讲话越讲越寂寞啊 或者说你已经满足了我的寂寞啊 所以我就不再打电话给你了 听起来很怪嘛对不对 我不知道你有没有真的好好想过 这个问题其实 就建立关系 建立关系就是不一定 有的时候建立关系反而寂寞啊 你刚开始很喜欢他 是因为他靓丽的外表 或者英俊的外表 你发现了这个人是没有脑袋的 no brainer 没有脑袋 你跟他讲什么 你跟他讲什么 你对少年拍什么看法 我觉得拍一定很好吃 对不对 拍吧少年的一定很新鲜嘛 对不对 你不知道那是个电影 那是个电影啊 我不知道你要怎么办 我碰到这种人 我只好把那拍往脸上打 不要打别人打自己 很好笑 你谈不来的人 你跟他在浪费时间啊 学生里面有谈不来的人啊 学生里面 我当然来找我的 大家都很谈得来 但有少数的人 我就觉得这一小时好长啊 真的度日如年啊 我终于体会到了 那有些学生来说 我比你聊完30小时了 怎么那么快 一样嘛 老师之间跟好朋友之间一样 所以不要用什么 排遣寂寞来交朋友啊 你打个匿名电话交朋友 那就排遣寂寞 我觉得那是很奇怪奇怪 我排遣寂寞 我就看书 我就看电视 有时候就跟朋友打打电话 然后讲一些无聊的屁话 因为朋友嘛 对不对 像我高中死党啊 我跟高中死党讲了屁话 连他女儿和儿子都受不了 他好像高中生了 我说我们当然去高中生啊 我跟他的交往 就是因为跟我们是高中生 不然我们怎么会变死党呢 我们俩在一起就像两个 有点oversize 跟overaged高中生 懂吗 讲话极度无聊 有一次那个女儿刚开始 还不知道 他说 他叫叔叔 他叫什么 对叔叔 他说叔叔啊 我觉得我在家听我爸爷跟你讲话 我就受不了 听两个讲话我更加受不了 我说所以我们是高中同学死党啊 耶耶耶 他是快昏倒 你知道吗 所以这寂寞我终于知道了 交朋友不是为了寂寞啦 同学 寂寞那可能有什么 寂寞方星俱乐部那种东西 交朋友不是为了寂寞 是因为你有共同的兴趣 譬如你喜欢登山 你喜欢赏鸟 你喜欢打桥牌 这我们传统一些 你喜欢打电动 这就是因为你寂寞才去交朋友 交朋友你就不寂寞 所以我不知道你为什么会交朋友 反而更寂寞 这就好奇怪 那如果朋友都这样 那你喜欢的人 你跟喜欢在一起 就更不是为了寂寞啊 不过讲到现在我就不知道 修课是不是为了寂寞 忽然间有点害怕这样 老师我修你课 纯粹因为没事干 不知道干什么 很寂寞 所以来修你的课 反正可以笑一笑 突然间好像被那个回来棒打到 你知道吗 我很喜欢看了一个德国的影集 叫做《屌丝女士》 大陆翻译的 我太完全受不了那个影集 我每次看的好高兴 她有一天就开个车 她那个都是很短的那个故事这样 有时候根本连话语都没有这样 德文这样 哪有字幕这样 我就顺便修我 复习我的德文 屌丝女士有一次开车开到河边 像黑手党要把人丢到河里面去一样 他打开后车厢说 我觉得我们关系已经要结束了这样 就拿出一个boomerang 那种叫回来棒或什么之类 他就这样往那边丢 他就准备要关车厢 就被那咚就打到这样 这段就完了这样 我就笑到不行 我跟他拿出来 我就知道会发生什么结果 你知道吗 结果就好好笑 好好笑这样 这就是我拍前寂寞的方式 OK 之一 之一 刚开始学会LINE的时候 花好多时间在跟人家写简讯这样 他发现无聊到底这样 前几次前几个礼拜 刚有那个粉丝页 一天到晚上粉丝页看 还花不少时间 还加了很多好友以后 看好友在干嘛 我发现很多人都在Facebook上排遣寂寞 你也可以 好了那我们就开始上这学期 最后一堂星期二的课 我这堂课排在那本书出版之后 所以每次都怕有学生到时候也如法炮制 不过我是十七堂 你晚来了你就自动减糖素这样 好 那个我们上次讲到155月左右 然后155月有夫妻关系的规则 我就不讲了 这些规则你将来有机会的时候 好好地念一念 尤其在你婚礼前好好想一下 那夫妻适用的其他规则等等 这都是那个书上写的 那个有一个地方156月的John Gottman 我们上次讲到John Gottman 怎么样地去做夫妻治疗 他怎么样地从夫妻之间的互动 来看这个 他提出来第一个夫妻之间 要怎么样恩爱过一生 这本书有台湾翻译本 现在已经找不到 来出版件出来的 他认为七个原则 这种东西非常适合一般的通俗书 通俗的书呢 大家都希望能够掌握到 人生最精简的东西 然后就可以解决人生的问题 像有时候跟问我问题一样 好像希望我有一个精简的答案 你的人生困扰就解决了 同学千万不要这样想 答案解决了是靠你的实践 不是靠我的话语 圣经里面说 人不是靠着面包而活的 这句话还有下半句 你继续查一下下半句是什么 好 分享内心世界 因为大部分人都指引了第一句 人不是靠着面包而活的 那下面一句是什么呢 分享内心世界 还有另外一个神爱世人 还有信耶稣得永生 那下一句是什么呢 有时候下一句都很可怕的 你就要以为没下一句 分享内心世界 那夫妻之间要分享 如果夫妻之间都已经不交谈了 不再分享这些秘密了 那形同陌路了 第二培养爱慕的情谊 有些人对对方永远有欣赏的地方 经过了不管经过了风风雨雨 他觉得那个人还是当初我认识的那个人 不要小看这一点 本人结婚三十年 有些地方有些感受 结婚三十天有人还感受不到这个 第三小地方要互相关怀 不是只有在大的地方 各个小地方 包括人家咳嗽啦 在这种天气咳嗽啦 哎呦你是不是感冒啦 拉肚子啦 你都要注意一下 那有些人都已经完全不注意这些了 像你们对于你爸妈你会注意吗 那你妈妈有时候都会注意到你 那你大概不会注意到你妈妈的一些转变 这是一个不平等的关系 接受另外一半的影响 来听听她的意见 这都是平等关系 这个是在近代 特别是近几十年来才会强调的特质 以前男尊女卑的时代 没有人强调大家要平等对待 第五 学习冲突心结 有没有办法能够解决我们的冲突 如果有些不一致的地方 我们有没有新的办法来解决 然后第六 与永久的问题和平相处 如果解决不了的问题 我们是不是就忽略它 反正解决不了那就算了 不要小看这个问题 有些同学呢 因为年轻会看这个问题觉得 我爸妈都是那个老套这样 不要忘了老套呢 他们还能在一起 就是已经把跟那个问题和平相处了 跟问题和平相处了 所以跟问题和平相处了 另外一面就说 那个问题已经不是问题了 可是在别人眼中来看 那是一个问题 你根本就不爱他 你们两位都在一起 你们干脆离婚算了 你作为一个年轻人 你可能心中有这样的呐喊 第七 创造共同的人生意义 这是我平等对待共同奋斗的最后目标 你跟他在一起到底为了什么 这样回到第一个人的问题一样 到底在一起要干什么 在一起就是希望你们有共同的目标 那这共同的目标就是我以前也强调过 这两颗钻石最大的切面 灰映的地方最多的 你假如觉得你的人生是一个服务的人生 那你就应该照别人的服务 你觉得你的人生是一个赚钱的人生 你就要在三十岁前赚到第一桶金 书上也这样告诉你 那你在几十岁前该怎么样 该怎么样 这是你可能要做的 那你找到另外一个人跟你一样 那这是最好的 那还有夫妻沟通 那沟通呢 有的时候就是丈夫对妻子的期望 双方 可是那个期望呢是不一样的 根据美国人的研究 举例来讲 妻子对丈夫 希望丈夫能够清楚地表达情绪 大部分男人都不太能够清楚表达情绪 第一个 我们男人很少训练跟自己的情绪相处 我们男人就希望大而化之 那经过军队的训练以后 更不让你去触及情绪这一块 反正你们明年以后当兵就只当四个月 那问题就很小 我们以前当兵当得太长了 会让人不像人 我最近还有学生写信给我 说老师我修过你什么课 我还记着他名字 修我三堂课 然后说老师 你当兵的时候到底都在想什么 他就非常生气 我就告诉说 我想所有当兵人想的都是一样 就什么时候退伍 我想这是我们的共同点这样 因为当兵实在很无聊 我连我的单位算是很轻松的单位 我都觉得很无聊 我刚刚把生命浪败在这里 我在想我要是平行宇宙的话 这是我不知道哪种多大的那个 我当兵的时候看的书我全部忘掉 还画过线喔 写过笔记喔 我最近拿出来一看 诶 这本书我看过啊 我当兵的时候把整套史记看完了 到现在就一点印象都没有 所以那种看完的时候有什么用呢 你没有脑子可以装你知道吗 没有记忆体一关机就全部就 就没了你知道吗 诶 全部看完呢 我还很讶异 前一阵子读书会要读资质通鉴 打开一看 我看了那么多 完全没有印象 诶 那我二十几岁看的 那个有研究说 二十五岁以前你的记历是绝顶的 你真的要人生要记什么 二十五岁以前好好的记 可是我一当兵全垮了 我念过的书没有一个记得 我还看过一本 英文的十九世纪欧洲史 都不记得 你看我当兵的时候很闲 看了很多书都不记得 都不记得 多可怕 我假如都记得那真的不得了 都不记得 连这下在看都完全没印象 还画了线 还写了笔记 说这谁写的笔记字机不错 该给个A加吧 完全脱离这样 很可怕的 我一直觉得 如果不当兵是个好处 但是各位都应该服替代役 男男女女都应该服替代役 第一个现在替代役不拿枪嘛 为什么女生就不用服替代役 你在念大学念哪里 人家纳税义务人也把钱砸在你头上 你凭什么可以不服替代役 替代役是回馈社会的一个制度化的做法 以前说女人不当兵违反宪法 那大法官解释说 因为当兵是一个什么样的行为 所以女人可以不当兵 现在当兵不用拿枪啦 你看不到枪啦 那为什么女人不能当兵 台湾要是大学女生 或任何女生 不一定大学 满了18岁都在社会上服务 比如说一年像替代役那样 那你做的是什么 像替代役有人在校园把人家扫地 把人家看校园 你不一定校园 你可以帮人家做课后辅导啊 高中生就可以带小学生啊 国中生就可以带小学生啊 高中生可以带国中生 大学生可以带高中生啊 如果我们有这种人力投入 你可以训练一个社会 如何回馈给自己的不认识的国民 然后让他一年 南部人到北部 北部人到南部 你这样就不会有南北的隔阂 你就知道那些人是怎么一回事 好 接下来这部分啊 是你看看美国人的研究 夫妻沟通出什么问题 就是丈夫想的跟太太想的 基本上在有地方 有很明显的差别啊 那希望你将来不会发生啊 比如丈夫对 妻子对丈夫的要求 希望丈夫能够清楚地表达情绪 女人常常不知道男人想什么 男人常常觉得女人心海底针 那你看这其实是差不多 第二个 女人希望丈夫能够 对自己的很多东西给予贊 赞赏这样啊 有些人当了丈夫以后 完全对女人的外表 就完全没有注意到 她换了发型 与否你都不知道啊 今天的衣服是不是新的 你也不知道啊 最早的时候 林志玲有一个广告 那时候她也没那么红啊 那我就注意到那个广告啊 然后那个老公回家说啊 你买了新衣服了 她不是我用了新的洗法 洗衣经这样啊 所以把旧衣服洗得像新衣服这样啊 我还记得那个广告啊 像这个 那这个老公算是有注意到太太的转变啊 那这个我们男人很少人见面说 哎 你这发型剪得真好 你在哪剪的 很少人家 女人一见面说 哇 你这发型好赞的 哪里剪的哪一家剪的 告诉我告诉我告诉我 这样啊 这我看到太多了 这不同年龄人都会注意到 女人特别会注意到对方的打扮 那你穿鞋在哪买的这样 哇很够的喔 哪一家哪一家哪一家这样啊 因为在纽约就更夸张啊 我的那个韩国女同学啊 文树是一个非常有钱人家的女儿 她穿着都穿得非常好啊 结果在纽约呢就这样 就是我们坐地铁啊 坐地铁然后就有人就问她 说你这个外套在哪买的 她以为在什么 Bloomington啊 或在Macy's啊这样啊 美国人很喜欢在街上就拦着人家问说 你这衣服在哪买的 这在纽约就是非常合情合理的问题 在台湾我就没有听过 你没有见过 可以这样问人家吗 你这衣服在哪买的 怪怪的嘛 那在纽约就是赞美你知道吗 然后她会说你这衣服好漂亮 在哪买的 那我们的文树就说在韩国这样 哦我真希望我能去韩国 就这样 可是我看文树的身材小小的 那问的人身材 对不起应该有大号的 好给予赞赏 我们男生在这点上面 真的大致而言 有人就乱赞赏一通这样 你这衣服好漂亮啊 这去年了 这就被骂到你知道吗 所以我们大部分男生为了避免被骂 最好不要乱赞赏 有的时候有注意到 有的时候没有 在我结婚那么多年来 慢慢有注意到这样 有的时候每次我注意到 我太太都非常高兴 不是只会做讲义而已 这就是他的赞赏懂吗 好另外呢关注啦 哎呀你不高兴啊心情不好啊 我们这个有时候当了夫妻以后 这种就很不注意到这个 那男生希望什么呢 男生希望他太太能够主动挑起性活动 你看最近那个电影 这个我想对美国人是非常重要 是不是对其他也一样重要 我真的不敢说 叫做Hot Spring 那个Tommy Lee Jones跟那个梅丽史翠普演的 我不知道他翻成什么 幸福特训班啊 好吧幸福特训班 他就在那里面这个就是一个重点 他就问太太跟先生有什么不满意的 刚开始先生说没有啊很好啊 没有什么不满意的啊 我们结婚那么多年 讲一堆这样 最后最后最后 电影快接近尾声的时候 他就有说我希望我的太太能够装扮得sexy一点 什么之类的 他太太也得到这个message 那这是美国人的方式 就主动挑起性活动 那第四呢就希望争论 因为有时候女人希望 女人有时候很喜欢讨论 好像美国女人 尤其有女权运动 她希望把你的男人中间的那种不好的因素 都能够曝露出来 让你自己看到然后能够改正 那男人呢最怕的就是这一点 因为一曝露出来 自己就没好日子过 当然男人这也非常很紧张 然后第五 开始有趣的交谈话题 那那个呢丈夫的要求 希望注意到她的性需要 你看三句不离性啊 女人希望精神的沟通 男人希望肉体的沟通 这个是美国的研究 然后呢无困扰组 无困扰组呢就说他们觉得夫妻关系 基本上可以赞赏啦 清除比较情绪这个就没有特别的明显 那那个有困扰的都是困扰 男人困扰在性 那女人困扰在别的地方这样 好 那婚姻的稳定性 他后来在Gottman呢非常有名的叫 婚姻末日四骑士 末日观念是基督教的观念 因为在骑士录里面有 然后末日的时候会出现四个骑士 四个骑士呢 我在哪个地方有的下面有讲 白马的一个骑白马的 一个骑红马的 一个骑黑马的 一个骑灰马的 然后代表什么 代表瘟疫战争饥荒及死亡 这个是不是从玛雅人的学来就不知道 但玛雅人现在从此以后绝对不会出现 因为太糗了嘛 对不对 然后他增补了五项 所以后来是五骑士 第一个就批评 你假如婚姻要走向末日就是批评 批评就是没有 就是把对方讲得一文不值 第二 辩护 什么事情不认错 就一直找理由 有批评大概就有辩护 第三 鄙视 看不起 人跟人关系很亲密的 被人家看不起 这是一个很糟糕的事情 在社会上 在学校里面 老师看不起你 同学看不起你 都已经很难过了 你也不要讲说回到家里 还被自己亲密人看不起 第四呢 不回应 充耳不闻 你该讲什么 他都没听到 没戴耳机都没听到 戴耳机更听不到 第五 后来就挑衅 你有种你打我啊 你有种你打我啊 这个常常很多人挑衅男性 他都不知道这句话 其实很严重 就是有种这件事 你有种你就怎么样 这是黑道的时候最喜欢讲 你有种 这意思是说你没种 对吗 那英文就是 You don't have the ball 你没了两颗球 那两颗球当然不是 那两颗球 那两颗球就是表示你没种的意思 我国中的时候有一个男同学 因为运动一个搞完受伤 被我们同学求到不行 他就要常常用其他的行为 来代表他的男性 比方他真的很行的这样 所以这个呢是婚姻 我想关系啦 严格来讲 你如果关系进到后来都只有批评 都只有挑衅 都只有看不起 那这个关系大概要维持都很难 都很难 好 那接下来呢 婚姻稳定性的研究 他看奖赏呢 在婚姻关系里面 两个人的关系有爱 爱是一种奖赏 他有定义 有举例 我就不讲 第二个是尊敬 你要尊敬对方 第三个是信任 其实到目前为止 我觉得世生关系 跟这个也很像 第四个呢 这都是给人家这么讲 沟通 愿意听 愿意听你讲 第五 共享过去 第六 友谊 第七 幸福 第八 适配 compatibility 第九 情绪稳定 第十 对伴侣的承诺 好 这些在在的 不管讲什么话题 你发现这些因素 都不断地出现 都不断地出现 然后接下来是性 这不是根据他的重要性来排的 这不是根据重要性 然后那个夫妻间的障碍 障碍就是小孩 对小孩 有些人会认为障碍不是障碍 但是照顾小孩如果不分工的话 如果责任都在妈妈身上 那个妈妈会受不了的 有些妇女得了产后忧郁症 就是这样的落差 在你没生产之前 大家都非常器重你 因为你怀着另外一家人的骨肉 或者叫香火 等你怀了以后 然后生下来以后 你基本上被剥夺了一些权利 因为没有人 再也没有人照顾 没有人注意到你 大家都注意到那个小孩 然后你就忽然间觉得自己 好像只是一个生产工具 那这种心情呢 如果没有被人同理 没有被注意到 那对这个小孩 你就会爱恨交织的情节 就卡在你心里 你觉得你的重要性 原来都在这个小孩 那还有一些妈妈呢 后来真的也就认同了这样的情况 然后就把自己认同为某某人的妈妈 你到幼稚园去 人家都会这样说 你是那个谁的妈妈来了这样 他不会叫你的名字 你从此没有了自己的身份 你就是因为你是谁谁的妈妈 在学校系统里面 几乎都是这样子 所以女人就没有了自己的身份 有了小孩以后 丧失了自己的身份 男人不会的 男人因为很少去接小孩的话 就更不会 常去接小孩 他因为还有一些社会活动 所以男人呢 就算接小孩的时候 被认为是某某人的爸爸 但是其他时间 他可能还是总经理 董事长 教授 他还有他的很强的 自我的身份认同在里面 那女人就没有了 然后有一天你的小孩长大了 不需要你了 三年级的可以自己全天上学的时候 你忽然间就落空了 就忽然间觉得自己到底是谁啊 那你又跟社会脱节啊 你有的就是你Facebook上朋友啊 或者那个母奶社群啊 所以你如果没有工作的话 就很容易地陷入这种产后忧郁症 甚至比较延长的 这种精神上的问题 你忽然觉得自己的价值在哪里 你就会有迷失方向这样 所以小孩是一个障碍 第二宗教 这当然强调的都说 你不来自于同一个宗教 但是来自于同一个宗教 也有人关系很恶劣啊 然后接下来财务问题也是啊 财务问题如果一方不赚钱 一方花钱很凶 通常都是男的 要不是赌徒 要不是酒鬼 你发现这种家庭呢 你再赚多钱都满 都填不满他的那个 那个叫欲货难填啊 那欲货很可怕 财务 那有些人做生意大起大落啊 好的时候他可以日进斗金啊 坏的时候 然后就是穷到没地方可以住 所有东西都抵押啊 这个呢是财务状况 另外互补的角色 互赖的角色啊 那互赖的角色 有的时候是障碍 因为万一你互赖那个人不能做了 你就有一半就垮了啊 在美国社会呢很特别啊 以前我在美国打工的时候 我们在帮人家工厂整理工厂啊 整理工厂呢外面住了一个游民 那游民呢打扮的非常整齐 是我没有见过那么整齐的游民 那因为我们打我们那个打工的工厂旁边 就是纽约的这个肉品的那个包装中心 宰了牛肉宰了鸡肉在那边包装 分送到超市去 所以很多游民就住在那附近 住在那附近的好处是到时候他那个鸡肉啊 牛肉不要了你就可以免费拿免费吃 然后他们就在一个垃圾桶里面烧火 然后就可以吃BBQ啊 然后这个游民呢有一次我去打工的时候 他还在啊 我们就一群人就跟他聊天啊 说你跟这边的人都不太一样 他说对他原来是中西部一个工厂 一九八几年啊一九八几年 很早的时候你们的前世大概是啊 他就说他以前中西部一个小工厂的一个厂主 后来呢就家里都有什么的 后来就是因为生意倒了啊 生意没有接不到订单就垮了 所以呢他马上房子被银行就拍卖 因为就不能住了 美国呢只要找到工作你的贷款马上就来 你可以有房子有车子 因为你有工作在美国来看你就有了这一切 他们贷款很低很低的比台湾还低 所以我们大部分呢那时候留学同学 一旦找到工作第一件事情就买房子 那车子更不用讲了可以买非常好的车子 你还可以买两部车子 太太一步先生一步 然后通常一步是休旅车 然后一步是上班的轿车 然后那车库很大 可以开苹果公司 如果你赶上时候的话 那个谁贾伯斯不就在自己的车库 就搞出第一台电脑嘛 就是这样来的 美国人的车库是男人的玩具天堂 手工具都有包括杀人的武器 这是很特别的地方 总而言之啊 所以他一旦有工作什么都有 一旦没工作马上什么都没有 所以呢他的太太跟他的小孩 他说就回到他太太小孩的这个母亲的 就是他的那个娘家去住 然后他呢就跑到纽约来打工 租不起房子 就睡在我们打工的那个夏天 他就弄一 那时候所有的游民都要有一个很好的纸箱子 纸箱子他可以睡在上面 那他打扮得非常干净 因为他要去找decent的工作 他相信他还会再回来 只是他刚往纽约找不到室 找到地方住 没有亲戚没有朋友 就住在那里 我打工了三个月他基本上都在那里 所以这是我很早第一个接触这样的游民 精神健康的身体健康就是工作不顺利的 好那另外承诺婚姻也是一个障碍之一 然后接下来还有其他障碍 还有其他的选择 有人觉得我今天不跟你在一起 跟别人在一起会更好 这都是夫妻之间沟通的 那个在一起的那个问题 另外冲突的原因在160页 然后发现了有些冲突原因 有时候是根据小孩子 小增值 对不起讲错了 小增值催化结果 有些小问题刚开始没有解决 没有一个制度化方式解决 大家就吵小问题 吵着吵着吵着 所以把旧账拿出来翻 就把这个吵架越吵越大 像快炒店 就大火快炒 第二个是管教小孩的旗舰 男人通常对小孩 有时候只抓所谓的大地方 那女人呢 对小孩就觉得小地方也要注意 那这个就是管教 那当然还有包括对小孩的性别的问题 不同 开支费用 男人花钱 男人的玩具都很好钱的 女人的玩 女人的玩具 但是看起来都不太值 都没花那么多钱 你没看买一张面膜没多少钱 男人买一个音响你试试看 男人买一辆跑车你试试看 那都不少钱 另外觉得他不爱我 这15% 你到底爱不爱我 你看我为什么好久没讲我爱你 美国人呢 是出门一定要纹脸颊的啦 然后进门一定要怎么样 一定要讲honey的啊 我们在台湾的年轻夫妻 有这样的那个 这样的习惯 老夫老妻还这样非常奇怪 以前我刚刚在美国结婚的时候 我们那时候呢 有些同学也结婚了 然后有一天我太太就跟我说 你有没有看到 我每天上去上班做捷运 纽约的地铁都会看到另外一对夫妻 他们两个呢就走到捷运口 然后呢一边走一边走 然后最后就停下来就 就吻 然后就吻别这样 那我就忽然间想说 哎呦 这很困难吗 我就在家跟我太太练习一下 一边走一边走 然后就吻别 不太容易耶 身高不一致不太容易 快发现这种东西是需要练习的 不过我太太觉得我非常无聊 非常无聊 我就觉得 为什么他们都做起来那么自然呢 假如电影的话是拍演过很多遍呢 根据我个人的经验一定有拍演 要不然就身高配合 要不然的话 要不然会撞到鼻子啊 会撞到牙齿的 同学那走着走着 然后忽然间那个 你可以用物理学算一下 那几率很低的 好 拜访殷亲啦 拜访殷亲也是争执的原因 你看那个meet the fuckers 什么 那个电影叫什么 有演了三集 门当副不对 对 真的蛮好笑 你以为外国人好像跟亲戚关系比较小 外衣有关系还是会有关系的 一般关系没有像我们台湾那么复杂 你看他们圣诞节 圣诞节就是他们的过年 家人都要回来团聚 少数电影也有演那种家人团聚以后 那种家人互相不合的那种状况 小时候你还可以期待圣诞长人送礼物 到大以后你知道这一切都是谎言 你就不知道圣诞节在一起还有什么意思 然后煮那个火鸡肉 各位同学吃过吗? 很不好吃的 很不好吃的 然后还要装 就因为它很不好吃 所以要弄很浓很浓的那个gravy 那个酱 火鸡肉真的吃了像如同嚼柴 你知道吗 怎么说呢 有一个地方的方言说这东西不好吃 叫这东西很柴 柴 我不知道是广东话还是哪一国话 哪一个地方很柴 木柴的柴 吃起来像木柴一样 我听过有人说这很柴 就是不新鲜的 然后不Q的 不怎么样 他就吃起来像在嚼木柴一样 我第一次到美国吃火鸡肉 我就觉得 一个要烤很久很久很久 然后呢又不好吃 然后呢又一定要吃 因为他切了一大块给你 因为大家把不好吃的东西赶快给分掉 连那个什么 Thanksgiving感恩节 我觉得我每次都叫火鸡受难日 感恩节来的意思 你知道吗 就一群清教徒 就踏上了这新大路 然后就没东西吃 然后就一只火鸡水 啊 感谢上帝 然后就把那火鸡宰了 故事是这样子的 那你感觉是感上帝的人 那你身为火鸡 那你从火鸡立场来听听看 本来在那新大路活得好好的 就来了一群 从船上来了一群人 然后就把你宰了 然后以后每一年要宰你一次 大屠杀嘛 是吧 然后呢 美国总统还得做出一个很奇怪的行为 要赦免一只火鸡 我觉得这彻底大混乱这样 你要不然就不管这件事情 不要有政府是吧 就美国总统每一年 不管谁当总统 在感恩节前夕 都要赦免一只火鸡 还怪我们枪杀死刑犯 他们枪杀火鸡 自己都不好好检讨一下 然后那个枪 谁都把有枪 他们来福协会的什么负责人讲的很有趣 就逻辑着 他说最好警卫都配枪 这样的话那歹徒进来 他们就可以拿那个枪跟歹徒对抗这样 那不是枪战了吗 美国人有时候 有些美国人你知道脑筋 外星人难怪要绑架他们 都绑架几个脑筋不好的人 对地球可能是个安全的做法 脑筋不好的人 好了 其他我不念 想到这个美国人喜欢用枪这件事情 我就觉得不可思议这样 另外呢幸福感也有性别差异 各位可以注意一下 因为这是很多研究 已婚的男性 带来最大幸福感的感受 第一名是个人成长 女人第一名是爱情 所以那个很多人说肥皂剧就给女人看 那男人第二位才是爱情 第三位是婚姻 女人第二位是婚姻 你看他个人成长在已婚女性里面 被排在第六位 男人第一位 其他的我就不讲了 你注意一下这都跟前面的研究 有的时候有互相可以对比的地方 那婚姻幸福与否的判准 我个人认为这是一个主观的 那他们是用这种来研究 第一个宽容认为是婚姻的幸福标准 你能想象吗 这很负面 没有经济上的烦恼 跟爱情跟相互了解 宽容竟然是一个 就是要忍受了 简单讲就是如果可以照我的说法 就是你两颗发光的钻石 切面最一样的地方这问题很小 切面不一样的地方 你要怎么样的互相去适应 这就是宽容 你重视的他不重视 他不重视的你重视 这个没有共识的地方 怎么去容忍对方 怎么去接受对方 所以这是这个 那不幸福的婚姻呢 通常第一个来自婚姻 来自这个财务问题 第二个来自不忠的问题 第三个来自喝酒赌博的问题 美国的酗酒非常的严重 所以他们有的借酒匿名会 听说有到台湾来 叫AA 然后你在电视上有演 他们有12部恢复借酒的方法 为什么美国人会酗酒 比我们严重很多 因为他们都有酒吧呀 你看那电影 进了酒吧就来一杯什么 然后发明一堆名字 让你不知道那是酒 来一杯Margarita 我记得我到美国第一次坐飞机 结果那个空中小姐问我要喝什么 我不知道要喝什么 旁边人跟我说 你就试试screwdriver吧 screwdriver是螺丝起子 我screwdriver 你来你喝就知道 我喝完以后 两小时不知道发生什么事情 大概被外星人绑架了 我猜 后来就说 又还没飞到啊 飞到美国很远呢 我都怀疑飞到月球了 然后说你再喝一杯吧 我说喝什么 Bloody Mary 她的番茄汁了 就番茄汁了 你刚喝的是橘子汁啊 然后就喝Bloody Mary 一小时就不行人事 这样过得蛮快的 照这个标准这样下去 我可能来回大西洋两岸 不太平洋两岸 我都不知道来回过这样 美国人的喝酒啊 真的是 那party 第一次到美国念书 同学开party 以为有好吃的 没有 就买了几瓶酒 然后呢 比较那个的就是几瓶可乐 然后那个饼干 起司 就这样 我想说这是前菜吧 等一下有外汇会进来 没有了 所以后来我知道有party 我都先吃饱再去 就喝酒啊 你知道吗 所以美国人为什么不去酒 就到处都是酒啊 家里都有一堆酒啊 我们在台湾 谁没有多少人家里都有酒 所以你要不要喝茶是有的 你要不要喝酒 美国人真的你看电影也是 你要不要喝酒 咱们酒的消耗量太大 难怪他们会酗酒 因为就在那儿啊 这样比喝水还方便啊 美国人喝水 基本上是打开水龙头喝的 那很奇怪的刚开始 你觉得不会拉肚子吗 不会 到日本也是打开水龙头喝的啊 除非你要热开水 他们觉得好奇怪 而且美国的食物刚开始去很不习惯 没什么热的 汤是热的 面包是冷的 三明治 cold cut 全部是冷的 还有什么热的 就汤是热的 啊 薯条是热的 薯条在家很少人吃薯条 如果政治在家里很少人吃薯条 那意大利面是热的 如果煮意大利面的话 那后来有微波炉发明 我去美国的时候没有微波炉 各位能想象吗 有一次学生说 老师那你年轻的时候电视发明没 我小学的时候没有发明电视 没有电视 只有收音机 有个学生因此推论我是清朝的人 我都快笑昏了 我的同学我是民国的人 什么清朝的人 讲什么 你我慈禧太后时代的嘛 真是 完全没干的 他觉得没有电视 就已经是清朝了 你知道吧 这也蛮有意思的 这边可能都是你们叔叔籍的那种人 好了 另外呢 160岁有亲子关系 亲子关系比较少 我就不多讲 因为离你们有点远 或者离你们其实很近 因为你们现在当子来生活 在160岁这边有分成三种类型 威权型 权威型跟纵容型 威权跟权威 我们中文看起来还是颠倒的 好像是一样 其实是不一样 你可以注意一下这个差别 英文字的差别很小这样 然后又讲到依附关系的这个影响 这个我们在前面已经有提到 你可以看到后面的研究是怎么样 所以这样子就到了163页 那也特别有提到亲子关系的决定因素有哪些 这个美国的社会科学研究很喜欢做这种因果调查 第一个跟小孩的特质有关 那小孩特质又跟谁有关 那这个通常就不讨论 第二父母个人的资源有关 你这个父母个人的资源好 小孩的照顾会比较好 那小孩的亲子关系就可能不太一样 有的人是自己照顾 有人是请保姆照顾 有的是每一个小孩有多少个保姆 你不知道听哪一个故事 说他们家有四个人 请问很有钱的一个人家 他们家有几个佣人 这是讲谁啊 说他们家有20个佣人 照顾这四个人 这到底讲谁我不记得了 但是我记得这个数字 全家只有四个人 但是雇了20个人来照顾这四个人 创造就有机会嘛你就这样想 三家庭跟社会资本 第四族群跟亲子关系的发展 在美国你是白人 当然你相对而言是比较幸福的 你是黑人你就比较辛苦 你是西班牙裔的或者华裔的 那又不太一样 其他的是有关青少年规则的问题 那这个就可以跳过去 你自己看没有太多的新鲜的东西 165月这里有多世代的关系 这是现在发现全世界各地 因为经济不景气的关系 出现了这种多世代家庭 多世代家庭呢 就是传统的核心家庭 现在已经不见了 或者越来越少 传统核心家庭是两代人住在一起 父母亲跟他小孩的这一代 那现在发现父母亲呢 常常因为经济状况的原因 父母亲跟小孩不会住在一块 会把小孩送到双方的父母亲那里 叫隔代教养 什么左鹤的超级阿嬷啦 然后韩国有类似的电影 也是演一个小孩 被送到乡下的阿嬷的地方 然后两个人怎么样 互相磨合的过程 也非常感人 那这种戏都很感人 台湾也有一些电影 总男孩也演类似的东西 就隔代教养的问题 那这个都是爸妈 因为经济状况 没办法负担起这个因素 还有一些是因为单亲家庭 那爸妈只要在寒暑假的时候 你放假了他放你一人在家不行 不行的原因是因为 现在法律规定 六岁以下小孩不能单独在家 如果你还不知道的话 你要注意到这个问题 那多世代的关系呢 那会有的关系紧密 那社交或者紧密 但有距离或者有义务或有疏远 有些人关系也不太好 我们看那个樱桃小丸子 像这样的那个日本卡通 对台湾那位人来看很亲切 对美国人来看 那完全是不同的生活方式 他完全不能理解这个 你要再看什么花田少年史 那已经亲切到翻 尤其翻成台语之后 那比翻成国语还要亲切 因为我们的生活方式 跟那个是很像的 在美国人就看不懂这种 就绝对不会红 美国人会红的是很奇怪 什么复仇者联盟这种东西 你看美国有多少危机呢 一天到晚需要那么多英雄 很多危机就是因为 有这些英雄才发生的不是吗 真是 好 那这个多世代的关系 现在真的是变成这个时代 很多社会出现的问题 各位可能有些人 也会面对着这个问题 那另外婚姻跟健康啦 因为大部分人的研究 上次我们的那个卫生署长 也被骂了一下 就是因为类似的研究 是有的 觉得结婚的人比单身的人健康 在心理上跟在生理上 所以呢单身的人 就要多付一点健保费 这是我们那个卫生署长提出来的 他的根据不是没道理 因为很多研究 美国很多研究都是研究出来这样 那单身人当然很不爽啦 为什么我就要负担比较多健保费 他不知道 其实他那样说是根据这个来的 那加上有些人对单身有些错误的这种名词 叫单身公害 这让那个单身的女子特别特别特别的不满 觉得这是对女子不结婚的一个污蔑 那男子不结婚就没问题 女子不结婚就是单身公害 这个就引起女性主义 或甚至单身女性的不满 他不一定是女性主义啦 那那个所以165月到166月有这些研究 那包括公共卫生方面的研究 结婚的人确实比单身的人 比较不容易有生理上跟心理上的疾病 这是一般性而言 那如果家族遗传什么呢 又是另外一回事 最有趣的一个地方是各位注意啊 酗酒最可能导致婚姻破裂 因为在美国这种情况 尤其从事社工的话 这种情况是非常非常多的 你看很多电影或是小说描写那些侦探 描写那些警察、FBI探员 很多人都有酗酒的问题 那是跟真实生活是相关的 一阵子有一些人在看 美国的一个侦探小说 那侦探在住在 侦探的小说里面是住在旧金山 是不是叫 那是作者叫Lawrence Block还是谁 他那个侦探就一天到晚在那边喝酒了 这个不完全没有道理 但是你知道有时候这东西都很容易放大 一个人这样 你可能就很容易想到其他人也是这样 另外一个婚姻最大最大的问题之一 就是外遇的问题 这方的研究出乎我意料的多 外国 那也有些人在外国的期刊发表 有关上海中国男人的外遇的问题 也有人研究这个 那因为这相关的文献我看的不多 所以我没有完全整理出来 在166页这里 我们从下面讲起好了 影响的因素 为什么会有外遇 第一个是可能个人对于性行为的态度 跟价值观 特别是还可以再续分对性的兴趣 男性通常会比较有兴趣 女性通常不会 那当然比较有兴趣的女性 就比较容易趋向于有外遇 那男性一般而言 相对于女性是比较容易有外遇的主动者 另外非宽松的态度 性的对象专一或多重 很多女性比较会注重性的专一 男性比较不会 那这是一个背景 另外机会 有没有这个机会 性经验越多的人 对性行为就越不在乎 这是一个研究的结果 另外职场的机会 职场的机会 上次看一个法国片 就是演那个艺术家的那个人演的 他跟另外一个人演 演好几段 有一段就演他去开会 去开会他一直想跟人家上床 结果没有人要跟他上床 都觉得他很戳这样 结果后来 他三根半夜去按一个 长得不怎么样的一个 阿上的一个门铃 也要跟人家上床 人家也没跟他上床 最后大家都知道他那天晚上 想跟人家上床 结果什么床也没上到 有一段就演这种 就职场机会 大部分人会认为 借着开会时间啦 因为像在电影里面演的 那些人去开一个 什么农业上面的会 那就很多人就在旅馆 就一夜之行 然后大家就逢场做戏啦 叫做 就这样演出来啦 那这算什么呢 那为什么他就没有呢 大城市也比较容易有机会 然后呢 夫妻共享的网络也有机会 像有那种共期俱乐部 共期俱乐部通常都是夫妻一起参加 那就是夫妻在这方面 有共同的需要或认识 宗教参与 也容易有机会 因为你不会有戒心 有些机会就是你不会有戒心 然后你觉得他跟他在某地方很像 然后到时候呢就 one thing leads to another 这样 一个接着一个 这件事情导致那个 导致那个 就发生了 以前 在讲性教育的时候呢 会耻笑乡下阿婆说 哎呦这两个人牵着手喔 就会怀孕这样 就耻笑阿婆没有现在的性知识 后来仔细想想发现不是这样 所以阿婆只是不好意思 把中间的过程讲出来 阿婆没有性知识 她都剩了十几个 你还说她没性知识 她只不好意思告诉你 现在你坐在一起 将来就会牵手 牵手以后你就会怎么样 打分 打分以后 阿婆就讲不出来脸都红了 你还以为阿婆没有性知识 另外夫妻关系啦 如果宗教教育年龄同居的伴侣这些差异 你的性那个就有些人会比较倾向于有外遇 那外遇为什么要那个要有外遇呢 他们研究的结果总有三十一个理由 一个性方面的理由 好奇啊 那好奇大家都好奇宝宝吗 好奇不仅杀死猫啊 好奇杀死你的婚姻啊 新奇多样性啊 我跟我太太我跟我的伴侣 已经都习惯同一个方式 跟另外一个会有不同的方式 新奇好奇挫折剥夺 他不跟我做的时候去找别人做 这叫挫折剥夺 第四享受啊 他喜欢性的这种感觉 刺激啊 婚姻生活性不满足 这是性方面的 特别是不满足或新奇的原因 会造成这个外遇的理由 理由是说出来的哈 不一定是真实的 第二亲密关系啊 情绪上满足啊 他会觉得有人爱他呀 第二是了解啊 他了解我啊 所以我们俩才上床啊 陪伴啊 知性分享啊 有趣啊 注意啊 那知性分享 有的时候会觉得 你都跟他那么合了 那接下来下一步应该很合吧 所以你谈得好了 有时候就很容易 就有可能上床了哈 那爱情 你有那种坠入情网 或者获得爱情 跟情感的经验 或者浪漫的经验 都可能导致 比较多的外语的机会 社会脉络啦 你的对性的看法比较自由 比较不那么死板或传统 有什么关系呢 不就上一只床吗 怎么样呢 逢场作戏嘛 有这种态度的人都比较容易 机会 给你机会了 你是公司的上司 你下面管两个人 然后两人中间都女的 那你大概就觉得自己有什么样的机会 这样哈 身隔两处 或者进水楼台 这都是原因 31个原因中的 还有呢 有助升迁 有人会跟老板睡觉 就是在外国电影里面会有的 配偶同意 反正我不跟你做 你跟谁做随便你 不要搞出一身病来 性比角色平等 你做我也做 谁怕谁啊 所以有的时候是这样的 那婚姻的脉络呢 通常低满意度的婚姻 你对婚姻本身不满意 也比较容易 无趣 婚姻无趣 配偶不吸引人 报复 反叛 敌意都可能 其实说起来蛮复杂的 甚至说起来 好像所有人都可能有外语 对不对 因为好像没有理由 逃于天地之间了嘛 自我鼓舞 或者自信自尊确认 或者配偶外遇时对策 风格 看你怎么做 这就是有的时候 有人有外遇 那个自己的亲人有外遇了 你怎么做 一个逃避 绝对不会这样 他绝对不会背叛我 等到你看到证据的时候 第二 考虑离开配偶 你既然做了 我就不原谅你 我们就分手 第三 躲避被偶 我不知道跟他讲什么 看到他我也不知道怎么办 就不要见 早上不要见面 晚上不要见面 关起门来 第三 第四 希望配偶终止外遇关系 离开那女人 或离开那男人 退缩 想要报复 自我怀疑 这是碰到外遇的时候对策风格 然后有人会重新评估 就自责 觉得自己是不是没有好好对待他 所以让他到外面去找人 第二 情境的相对话 是不是我自己来了 我也没办法 是不是 这是情境的问题 不是他个人的问题 第三 企图让嫉妒得到控制 第四呢 企图让嫉妒看成不理性 那沟通 通常跟配偶沟通 或者跟第三者沟通 这个故事都有 有人就会去直接找第三者 先甩他一巴掌 不要脸 偷人家老公 这戏也有演过 那有人当然就去第三者 告诉他说恭喜你 谢谢你照顾我的老公 从今天开始 他就是你的责任了 就走了 这都是可以做的事情 你不要甩人家巴掌 那 你就让他嘛 你要给你啊 我很大方 我给你啊 这个狗男女 对不对 你就走了 所以有人不找老公的 老公不是病 不是货源 他认为女人是货源 这跟我上次讲 你们欧帕堂一样 欧帕的关键在哪里 好 比较麻烦的是说 跟欧帕堂不一样 欧帕堂的关键 我觉得很清楚 外遇的关键 我觉得相对而言 是不太清楚的 那大部分人呢 其实很简单 应该是那老公出问题 不是外面的女人出问题 可是呢 大部分人都会去找 那个女人去解决问题 而不是在找老公解决问题 都骂对方是狐狸 狐狸精 然后都不觉得狐狸精 碰到了另外一个什么人吗 你老公是什么人呢 如果你对方是狐狸精 你都觉得你老公是个受害者 很多大老婆是这种心态 觉得自己的老公是受害者 所以我要去谴责狐狸精 那可能 对那个所谓被叫狐狸精的人 那可能他才是受害者啊 你老公当初说他没结婚 然后说什么 要跟你离婚 说什么 现在我就被你骗了 我们两个女人 其实联合起来 应该对抗那个男的 Sister Power OK 我们姐妹力量大 那男的骗我们 我们应该女人联合起来 然后把这个男人给搞了 怎么是我们互相的 也有电影 就是那两个人联合起来 把那男人给搞了 法国片 其中有一个女主角 叫苏菲马索吧 我忘掉那电影 叫什么名字 刚开始那太太很生气 后来就跟那个女的在一起 然后把老公给抛弃 哭到不行 反正这种三角恋爱啊 或者三角关系啊 最后总有的几种方法 拿两个人在一起 就有各种可能性 最后或者三个人都在一起 或者三个人都不在一起 大概八种 还几种可能性这样 唉 好啦 接下来是另一类的婚姻 同居啦 那同居看你要跟谁比 同居跟单身比 跟结婚比 同居跟单身比 大概相对有很多好处 所以很多人说同居比较好 我觉得是跟单身比 不是跟结婚比 那同居跟婚姻的关系 有些是对抗关系 有些是先后关系 有些是根本没关系 那各项研究的检释 婚前同居过的伴侶比较容易离婚 婚前同居过的伴侣 离婚后的婚姻满意度也比较差 那婚前同居过的伴侣的 后的沟通多半是负面的 无效 这里面有很多研究 基本上都不认为同居比婚姻 会得到更大快乐 这是很多研究都讲 那同居关系的规则在170页 当然有些人可能是阶段性的问题 就是还没到那个时候 也可能是个性的问题 他就觉得我就是要独身 独身有什么不好 我难道不能独身吗 我在演讲过程里面呢 多多少少有碰到这样的人 他就老师我就是独身啊 我没有觉得我要跟一个人爱到 要跟他在一起的地步 有一个人问我 不止一个人 老师我这样是不是有问题 我就觉得说 你觉得不舒服才是有问题 你觉得舒服就不是有问题 所以有人觉得要报独身 但是独身也有相关的书籍可以看 历来都有这样子的人 因为不同的原因 有人因为宗教的原因 有人因为不好的经验的原因 各式各样的原因都有 人要报独身这样 怕麻烦 有人是情感受挫 像在我那个时代 我们都认为会到庙里面 或者做宗教方面 现身的那些独身的人 都是情感受挫的人 很多人是抱着这种方式去想的 所以啊 怎么会有人去出家做和尚做尼姑 或出家当修女当神父 这些人一定情感受挫 那有些人就研究出家的人 发现情感受挫者固然有 但不是绝大的比例 很多人是因为对于宗教教义的向往 追求然后去出家 我刚回来台湾不久的时候 1990年代的时候 报纸上忽然间出现了一个议题 说为什么在高雄的某一个庙 有那么多大学女生出家 就引起了很多讨论 台湾的问题常常是 问了一个其实还不错的问题 可是答案呢 在没有做任何调查访问就出来了 尤其专家学者 就出来了 有时候我被访问 我自己也很尴尬 我常常说对不起啊 这方面没资料 那我还会再讲一些别的 然后她就不把我没资料 这部分讲 就把我讲的别的起上去 然后你就看在报纸上 看到我的意见 连张慧妹怎么样 我都有意见 你可以在 还在张慧妹的Wikipedia 可以看到 台大教授孙中兴认为 张慧妹我都有意见 我是有意见 我不是每意见了 正面的意见 不是不好的意见 我唯一不好的意见 是VANGA那个电影 那个有不好的意见 也在报纸上 也在网路上 我80大收的时候 各位可以剪下 剪一堆影片 让我大笑一阵 孙老师对于社会的批评 让我们看一段VC 他曾经批评过VANGA 曾经批评过谁 赞许过张慧妹 赞许过谁 跟张璇同写一本书的推荐 这都是我 然后家庭关系离婚了 离婚有法定的理由 那有各种不同的那个 那有些同学呢 是活在单亲家庭 你会有第一线的感受 那美国离婚的情况 已经超过了离婚率的高 已经超过了大概50年 很多人开始研究离婚 对于下一代的影响 刚开始离婚被赞成跟被注意 都是因为离婚 其实还给妇女很大的自由 女人再也不会被困在不好的婚姻里面 这是当时离婚受到比较重视的一个正面 那可是呢就发现离婚以后的小孩的成长的问题 这一面呢因为在早先的时候资料不够完整 现在50年来慢慢可以看出来离婚对于小孩的影响 对夫妻的影响 这在早就研究过 没有太明显的问题 尤其越来越平等的社会里面 离婚是不稀奇的事情 但是小孩 离婚家庭的小孩的影响 这个层面慢慢开始被重视 台湾在这方面我不知道有没有人在住 我真不知道 但是我知道美国有人在研究 所以呢有人研究 从这个一部分来看 就美国人的情感状态 基本上还是受到好莱坞电影的那种 那种浪漫式的影响 而真实生活里面很多人出现了 不敢负责任的这种状况 所以才会有 有一个人是这样讲的 才会有friend with benefits这样的概念 你希望跟他一辈子做朋友 不要变成情侣 更不要变成夫妻 因为他不相信婚姻 可是friend with benefits 你就一起上床 一起那个那这叫什么呢 这不就同居吗 在法国早就有啦 也好多年啦 那这对小孩的影响是什么 这是一个很严肃的问题 当然影响不会只有片面 有些人很知道 知道这个小孩生长过程 不能够没有爸爸 不能够没有妈妈 但是爸爸呢 他不愿意小孩跟爸爸相处 因为那爸爸实在是 对他来看是个很烂的男人 那怎么办 怎么办 那有人就会从亲戚里面 找出一个类似他的father figure 找你自己的兄弟 多跟这个青春期成长的男孩在一起 让他能够跟他清土他的心事 这是一种方法 找一个方法 找一个人 不然的话妈妈有时候不太了解男生 或者爸爸不太了解女生 如果是爸爸单亲带着一个女儿长大 那女儿在青春期的时候 需要买内衣内裤 爸爸带着去买 好像怪怪的 但是其实 那妈妈有时候要跟儿子 讨论A片的问题 或成长的时候的那个性的关系 有时候也会觉得怪怪 所以这个时候可能在亲戚里面 朋友里面 找一个比较认识的人 是一个解决的办法 不是完全没有办法 不然的话有些人会怀疑 也没证实过 如果男孩子跟妈妈太过亲密 会不会将来发展不出亲密的关系 因为他觉得没有人跟他妈妈 或没有人会比他妈妈更爱他 这是到现在为止 有些案例个案 但是没有 我也不知道有什么大规模的研究 各位可以注意一下这样的问题 因为这都可能发生在你身上 或你的朋友身上 或者已经放在你的身上 OK 这个是离婚的问题 那172这里 你可以发现 其实离婚有离得掉的法律关系 也有离不掉的关系 离得掉就夫妻关系 从此以后他就变成你的X 所以你很多人呢 刚开始都还语言上不习惯 说我那老公啊 说你不是离婚了吗 对啦 就是我那前夫啦 很多人还会把前夫叫做老公 你可见那关系他心理上 在他语言上还没断掉 等那个断得很干净的时候 就说那个死人 就断得很干净了 连X都不用 那另外财产关系 大概也会因为法律上的介入 会有一个清楚的交代或处理 那比较明显的就是你可以把权利关系 他因为不是你老公了 所以对你没有任何权利关系 理论上 但是在刚开始离婚的前面的几年 有些离婚的夫妻还会有些性行为 会约出来约会 然后觉得还蛮刺激美满的 所以这个出乎很多人的意外 就他们两个不是打着那个吗 那床头夫妻床尾和 这个离婚夫妻也有这样的现象 然后等到有一阵子 你真正心理上觉得离开他了 这个事情就不会发生 所以这是一个过程 有的电影也会演 也会演 离婚夫妻反而性生活上面 比在结婚的时候来的 让满意度比较高这样 让双方 另外性的关系就是这个问题 那理论上你已经不是他的夫妻 就没有这样的义务 但是因为过去是夫妻 所以那个旧的关系还在 那离不掉的呢 亲子关系是离不掉 因为爸爸还是爸爸 妈妈还是妈妈 只是他们不是夫妻 那接下来的问题就是 那对于你假如爸爸或妈妈在架 或娶的对象 你要叫他什么 通常就是叔叔跟阿姨 我知道的有些现实历史就这样叫 那有些人呢 因为跟亲生的父母亲离开比较久了 那离开久到都快没有记忆的时候 他就会改口叫这个后来的 叫Stepfather或Stepmother 就干脆就叫爸爸或叫妈妈 中国人还有改姓的问题 就是有些人就觉得 我既然当初很小的时候 我爸就跟我妈离婚了 对爸爸没有印象 然后这个将来为了方便 也感恩他的Stepfather 讲继父都怪怪的 我觉得中国人继就 继父就不是一件好行为 一定偷看女儿洗澡啦 毒打女孩啊 像类似这样的印象出来 所以我有时候讲继父这样 这都觉得不太好讲这样 会有那种污名在 所以Stepfather Stepfather呢 有人就觉得Stepfather 真的带他如己出 我认识的人里面 有人后来就改了姓 改了名 就变成做 以前刚开始跟同学聊天 聊到他的时候 都说那个以前叫做 那个谁谁谁的那个谁这样 同学改名的人非常多 这个时代你好像有法令规定 你可以改两次嘛 对不对 所以你改了名以后呢 要学习叫你的新名字 有的时候有困扰 可是又有真的很奇怪 有些名字改了以后 我都不记得旧名字叫什么 很熟的同学 听说还可以改很长的名字 你可以改五个字的名字 譬如说 你就像我白日一山静好了 那字呢 包括入海流 那号呢 玉琼千里目 你都知道结果 对不对 如果有一天你姓白 你要改成自己名字 叫白日一山静 好像固承事务所也不能对你怎样 只是写起来有点麻烦就是 因为通常写名字都是几格而已嘛 对不对 好 我们就先上到这里 好 没有 有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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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